我常常教我们想一个 不要想那么多 想一个呢 就叫做三位 定义 那么换一句话说 语言初度以前的菩萨 统统用第六意识修行 语言叫初度以上 才真的写实用根了 不用心意识 那个时候用真如悲心 那不是普通圣人 大圣 所以要晓得 修学三位 在我们现前的程度 就是用的第六意识 我们把念佛 念成一个习惯 向这个善导大师 教过我们的方法 身端礼阿弥陀佛 我以前也曾经提供 我们供养佛菩萨的形象 供一尊 一身都不要换 供的这个佛像 不要供的太考究 不要供的这个像 是几百年几千年的古董 那个不好 为什么呢 心有千万 这是宝贝啊 又怕人偷了 又怕损坏了 哎呀 你这个提心吊胆的 正常望 供一尊普通的佛像 这个佛像 庄严 我们见到生欢喜心 就好 一身不改用 我每天看他 每一天礼拜他 将来自己往生 阿弥陀佛献的像 就跟你去供的像 一模一样 不会错啊 你看我天天拜你 天天看你 今天真的 见到了 见到面 佛菩萨了 随内化身 佛菩萨没有一定的像 佛菩萨的像 随动身心想真的 变现的 所以你供的像 常常欢 到临命中时 阿弥陀佛来了 到底是不是啊 你还打了个问号子了 这个时候你就麻烦他了 动人往生 你看经常讲的 生到边地一尘 所以供像 佛菩萨一尊好 每天看他 每天拜他 心里面念着他 三叶 专情 这个就是修定 这叫修念佛三昧 都成功了 就叫做一心不乱 念佛三昧 是个总称 我们讲这个 功夫成片 一心不乱 一心不乱 都是念佛三昧 功夫浅身而说的 只要念到 功夫成片 你就得 念佛三昧 广生西方极乐世界 就确确实实 有把握 这个叫做震受 所以要把这个无常的心 变成一个常 常一想 又装死去 咱们 好吗